富邦仁壽 UBA大專籃球聯賽 公開女一級最後冠軍決陣 世心要對上文化女籃 權力挑戰隊是最長的四連霸 總教練何振鋒期待子弟兵有效發揮 大師隊長楊淑炫也對學妹信心喊話 我想文化他們在聖體碰撞度比較強 強力一點 那對我們這部分也設了一些關卡 希望等一下比賽之後能看到他們 對於聖體碰撞裡面有 有應該是應該有有效的嚇阻他們 在聖體裡面的衝撞 五個學妹就有三個學妹 沒有在小巨蛋打過比賽 我自己有跟他們聊聊聊 然後自己有跟他們說 可能就是場地比較大 觀眾比較多 然後比較引人注目 但是這舞臺會是屬於我們 踏進來是有很不一樣的感覺 以往都是好緊張喔 這邊好大好恐怖 但是我今年是很平靜的踏進來這邊 我就覺得這就是我們的舞臺 詩心女籃來勢洶洶 但是文化也要放眼第20座冠軍獎盃 繼續堆身賽事記錄 面對近年最強女籃霸主 也已經擬好戰術 全力改寫實力版圖 可能對詩心那就是要把 當然把你做得更好 更扎實 我們比較高 那我們可能就是可以用速度 因為對高的可能速度 也是沒有這麼快 那我們可能用速度 然後用我們的防守 去帶動快攻 對 很難得會有經驗對到外籍球員 一整個聯賽也只有對戰過兩次 那今天是第三次 惠池或是洪亭 在很多的三對三的比賽當中 或者在U18 U19的這個國際賽當中 已經有這樣的經驗 但我希望怎麼樣透過那時候 當時候的經驗 然後帶到今天這個賽會上 幫助球隊 一隻是挑戰四連八的強權 一隻是擁有賽事最多冠的老牌 淨旅 是性抗文化女人 誰能順利搶下後冠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玩具台採訪報導